声音乐 大家好 欢迎 亲看着执车 我是阿爹 我是Hibi 今天我们会用一条很短的短片 来介绍我们新推出的《乘客小座计划》 我们搞这个《乘客小座计划》的原因 就是知道香港人你有压力 我有压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持续调整自己的申请 调整自己的内在 让大家不用花太多的钱 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可以参加多种多样多元化的新心灵活动 由2021年11月开始 我们就会正式推出我们的兴趣班 参加的方式 你可以一堂一堂报名 或者可以买我们的package 就会便宜一点 这个package就可以参加每一种 随便你如何参加 我们都会将详细的兴趣班的收费 和课程的详情 放在影片的描述栏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真的不明白都可以WhatsApp我们 目前我们就会第一批推出六种兴趣班 新月Soundbar 能量启动班 满月 天雨众活寥雨班 秋经班 零星卓游日 占星兴趣班 每月能量先知班 这六种 接下来我们会逐样和大家介绍一下 新月能量班 我们就会有很多重活 当是声音疗愈 去调节我们内部的情绪 就会是每个月的农历初一的一天举行的 因为我们人身体里面有70%的水分 如果用声音去和我们的身体共振 其实是非常有效果的 在这个兴趣班里面我会教大家冥想的日门 而且这个兴趣班是主要为大家放松 放松 所以就会躺在地上的这种形式 然后你身边就会围绕着很多重活 去抛击它们 令到我们的深层次的灵魂得到放松和清洗 由于场地有限 所以这个新月三百能量启动班 是有人数限制的 最多都是10至13个 这样就会用到20多个拨 眼前只不过是一部分 那么满月天月中拨 遼月班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定在每个月的月圆 去做这个能量 因为月圆的时间 它能量比较集中和比较强 那我就会用天羽旧音的技术 去和大家做一个心灵上的清洗 然后清洗它的压力 解开它可能由月头到月中的时间 它的压力或者处理不了的事 去帮它处理能量上的问题 有机会有很多朋友 上完这个兴趣班 它身体上都会产生少少变化 它会排出一些负能量出来 和新月能量是有些不同的 新月最主要就是 启动你的能量 满月就会主要是 清洗你的能量 和去再激发更大的能量 去注入你的身体 第三个兴趣班就是抄经班 我们每次每个人有这样一张 是一个经文的字贴 我们是用毛笔墨水去抄经的 嗯 就不一定不是用月圆班 或者是月圆子笔 在抄经班除了我们一起抄心经之外 阿爹都会帮我们所有参加抄经班的同学 做这个能量调整的 这个最主要就是为了大家 可以更加静心去平静下来 用心专注去做这个抄经的动作 就可以令到你放松 或者真的更加可以和这些经文连结 抄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功德 很殊性的事 我们抄了这些经文 都可以回向被祖先 或者贴借的时候 一起去化了它 更加有助于我们这个祈福的效果 对吗 那抄经班呢 我们最责居就会提供这些抄经字 墨水、毛笔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带的 你带个人来就可以了 是的 当你练习到这些字 去到一定的程度 你可以用一些金星的墨粉 自己去抄经 抄到金碧辉煌的感觉 用来表起上来 都是一个很大的满足人 第四个兴趣班就是零星卓游一 就是一个场上游戏 好像玩卡牌那样的 很多玩过很多次的朋友 都会觉得每一次玩都很有得着 我们一般玩之前 会设定一个自己的目标 或者是一个主题 在玩的过程中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 可以觉察到自己本身未意识到的东西 或者是会有些新的得着新的启示 其实如果你把这个游戏当作你人生的宿舍 那你就会得着更加多 因为我们也举行过很多次 有很多朋友都会给我们回馈 然后就告诉他 原来他有生活中很多的盲点 在他的卓游 在这个游戏当中 去帮助他原来 去觉察到有什么问题 当他改善了之后 他克服到一部分的问题 然后他就会有另外不同层次的进步 对了 因为我们的舍游 因为耗时比较长 大概要三到四个小时 所以一般会在星期日下午去举行 由于场地有限 所以我们的舍游最多都是八位同学来参加 所以提早报名留位 现在就去到占星兴趣班 这个就是你的长寿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说对占星兴趣 我自己认识了一下 如果真的要开占星班 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占星是一套很复杂的 这个类似心理科学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就将现代占星学里面 一些好基础的东西 抽出来做一个占星兴趣班 这个内容都不是一个半钟可以说的 通常要大概五六个小时 所以我就将它拆成ABCD四个班 每个月开一班 即是四个月可以学得完 这个当初班的内容 占星兴趣班 除了你可以上来货室上 如果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在家用电脑或者手机 在我们的APP上上上 即是线上上货也可以 嗯 很方便 我们的APP上就会有回看功能 如果你想系统地学占星 而又miss了其中一班的话 你就可以回看活换 嗯 最终一个兴趣班 就是每月能量先知班 会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一晚举行的 这个班就会介绍下一个月的能量 其中是玛雅力法的能量的变化 以及尖星学的天体行星能量的变化 来做一个总结 以及给大家一些指引下个月的行动 心理变化修行的建议 甚至是会不会这一天我面对时的态度 对了 那譬如下个月可能会水星月行 那我们就会提前提醒大家 大家要注意可能保存这些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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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备份 大家日文都应该要背spring 或是下一個月的瑪雅能量是藍手 我們可以投入一些時間去做手工類、手作、創作類的活動 更利於我們身心靈發展的健康 我們推出這個興趣班就是為了聚集區和所有朋友 去設定下一個月的目標 下一個月的完成工作的態度 行動指引 其實是和大家一起去成長的 做到一個共識性 我們和宇宙能量的變化去順流 這樣我們便會試半功倍 這個每月的能量師之班 都可以選擇上來課室上場 或者在APP看直播 如果沒有空間或是miss on 都可以看回放的 以上六種課堂 無論你是單次報名或是一次個PACKAGE 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任意選擇你感興趣的課堂去參加 就好像外面不說高 你喜歡選哪樣 這樣就可以放到杯子裡 有什麼意思 例如說 有些同學買了12堂的PACKAGE 因為違法流利單價很便宜 他可能是佛教徒 他就想抄經 所以他每個月就報抄經班 這個PACKAGE就夠他抄一年的經 或者有些同學只想玩零星卓遊 都可以只報零星卓遊 或者你想組合來報選你喜歡的課堂 都可以的 我們的PACKAGE是12堂 是不限使用的期限 即是不需要你一年內或者兩年內去用完 但是是限制你一個人用的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 或者深入了解我們的課程 或者課程的收費 你可以聯絡我們的同事 或者Whatsapp 或者Facebook 那裡也會有些簡介的 你可以了解再聯絡我們 每個月我們都會把我們下個月 甚至下個月的Schedule 上我們的網站 和我們Facebook的專頁 和我們的Instagram 所以大家有興趣就可以 在上面看看時間 剛剛你上課 希望我們想這麼多的課程 去幫助大家去進步提升 希望幫到大家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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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